大家我是小飞 今天是大年初一 小飞在这里给大家拜年了 愿大家在2021年心想吃成 流气冲天 家庭和墨 事事顺心 也非常感谢小伙伴们 一直以来对小飞的支持 那么今天我们继续说回哲塔 哲塔奥伴们的完结 对于奥秘来说 无疑是一件悲伤的事情 难道有这么高质量的TV剧 25集的正片都觉得少了 翻上一辈都不嫌多 可惜剧本只规划了这么多 那么你知道 哲塔是如何完成拍摄的吗 最近官方放出了哲塔的拍摄花絮 不少画面都详细的讲解了拍摄过程 看完后就明白了哲塔 为什么如此成功了 第一节由哥美斯的登场 引出了赛文家 这一段出场镜头就花了不少功夫 如果想要通过近大远小 来体现怪兽的巨大 很明显做不到 怪兽近在我身边的效果 所以只能选择后期合成这一方案 两个场景是分开拍摄的 街景这边非常考验 演员们的临场发挥 而哥美斯那边 则是用绿幕来完成拍摄 最后通过抠图和特效合成 制作出了这开局的荧幕 包括后来姚辉 遇到哥美斯的那一小段 也是通过这种手法完成制作的 一想到姚辉对着空气发挥演技 有点莫名的可爱 除了赛文家的第一次登场 哲塔第一次登场也非常不容易 在剧中是一段太空中的打现 一般来说都是搭建场景或者绿幕拍摄 但是由于时间和预算有限 采取了外景拍摄 虽然外景拍摄会受到光照和环境等因素的制约 而且还要搬运大量的器材 不过外景拍摄也省去了一些场景搭建 以及减少了后期合成的工作量 就比如剧中最常出现的爆炸场景 每次怪兽被打败之后都会有 只要搭建镜头内所需要的建筑就可以了 和之前室内拍摄相比较 室外拍摄明显减少了成本以及工作量 不过令人比较在意的肯定是近距离爆炸 连摄影师的镜头都晃动了 说明爆炸产生的冲击力还是有的 看出去十分的危险 而且这样的爆炸还不止一次两次 没看花絮之前还以为是特效合成 突然有种回到了招呼时代拍摄的感觉 在玩的就是真实二字 而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第七话的经典战斗也是外景拍摄 甚至没有搭建任何的场景 仅仅是使用了这个场地而已 后期合成出来的效果非常棒 这场战斗的镜头效果 在整部折塔当中绝对拍得进前三 折塔的拍摄花絮还有很多 每一个精神设计的场景和镜头 无疑是对这部剧最好的证明 折塔配得上现在的高度 那么好的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欢迎各位留言转发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呢 拜拜